这是我们的产品W211中风口面板B款 因为面板有两颗螺丝是装在装饰条下面的 所以要把饰条先拆出来 拆这个饰条从左边开始撬 撬开之后往右推就拿出来了 先找到这个扣位 这样把扣位往下按就可以拆出来 用工具把这两颗螺丝拧出来 再把喇叭取出 连接车上的线尺出 用工具把铁扣取出 这样就把喇叭拆下来了 把这四颗螺丝拧出来 可以把中风口总成同尺上拿出来了 插头上的锁扣按下 然后把锁扣撞开 插头才能拔下 把旁边的线也拔下 这样就可以把整个中风口拆出来了 把这九颗螺丝拧出来 再把扣位按下 再把线拔出来 可以把空调面板总成取出来了 搞到这四个扣位撬开 把它摇晃并取出 就可以把面板拆出来了 铁扣装到面板上 钻石把扣位一一对准 同时拨拼移动到中间 对准位置 一拼也摆到正中间 然后把面板摁住 注意面板的四个扣位 又在总成的前面 检查一下各个扣位 有没有对准 把空调面板总成装进去 再把插头插上去 然后把这九颗螺丝拧入 把连接车的线插回去 再把锁扣按回去 再把另外一条线也插回去 这样就可以把整个装车 把这四个地方的螺丝撞回 喇叭的线插回去 再把喇叭撞回 再把这两颗螺丝拧回去 安装时把喇叭盖扣位对准 往前推 然后再按住 这样就安装好了 把四条对准卡位之后 向左推安装上去就好了 然后再按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